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這一集要教大家如何挑選 亞漢機 從我入行以來 大概買過13台的焊接機 裡面當然不包括一些 我去一些別的工地使用 或者是我去國外所使用人家的焊接機 所以小弟我對於焊接機的使用 還算是有點驚艷 用過的牌子也還算多 而自從開創的頻道以來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社團 就是超認真技術本位的社團 然後裡面就會有很多的問題 關於焊接的問題 焊接機買賣的問題 那這一集我們就告訴你 通常焊接機的價錢 它會有一個浮動機制 也就是一樣的一個型號焊接機 你可能買到的價錢會不一樣 因為它會關係到 你的工廠它的接電要接多長 你的正機跟負機 你要有多長的延長線 然後再來是你有沒有掛水冷 或者是說它這個東西 有沒有膠質留焊接 而焊接機價錢的高低 它除了反映在品牌上面 它另外也會反映在它的型號上面 通常亞焊機 它除了一些阿薩布魯的牌子以外 通常價錢越高 它的東西就是通常越好 而價錢越低呢 它的功能鍵通常就越少 或者是你能夠調整的範圍 的潤血就越少 這個東西當然也不是買越貴越好 因為有的時候 越貴的東西你可能用不到 但是便宜的東西呢 你只要不要買到太差 不要買到太奇怪的東西 通常焊起來都還不錯 在我們頻道開始以來 真的非常多人 就是自己去買了一個焊接機 然後自己在網路上嘗試 然後都會把很多問題 丟到我們的平台上 或是視訊來問我們 所以每天這樣回來回去 我們也是真的覺得很困擾 也是覺得很煩惱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 就直接告訴大家 一個5萬塊的焊接機 跟一台15萬塊的焊接機 它到底差異最大會在哪裡 回到頻道的宗旨 我強烈建議大家 在一開始買你初期的焊接機 真的不要買到太爛的 因為通常你比較買比較高階的 或買比較好的牌子 你在二手轉賣的時候 你還會有一個價錢 喔對了 還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們是不是還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是你 其實你每次都一直看我們的頻道 但是你從來沒有訂閱過它 請你現在乖乖的按下它 打開全部通知 好 乖 那一開始呢 我先介紹大家便宜的雅翰機 這個價錢大概落到3萬到5萬 它中間差在於說 你有沒有掛水箱 也是掛水冷 通常這個3萬到5萬呢 小弟我就用過幾個還不錯的牌子 比如說像以前 滑蜂啊 砍手啊 然後最重要焊 broken 這種卖 但是尤其像一些 XXXX coloring 你們都不要去買 因為 我真的覺得以後是拿來賣廢鐵而已 然後最重要焊接這件事情 就是保固很重要 通常不可能有一台焊接機 它是一輩子都不會出問題的 它一定會有一些小零件 indoor的 或是它有一些小東西的故障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找一些大的品牌 跟找一些信譽比較好的商家 你有聽過汽車從來不用保養的嗎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個入門的品牌 保持久300D BJ300D BJ300吃 300D 為什麼會推薦這個牌子呢 其實是因為很多世界的大品牌的水箱 都是用他們的品牌去做的 它也是一個在初學者價位當中呢 它有另外有負載一個叫冷焊功能的焊接機 其實冷焊的功能它就是能夠拿來焊一些非常薄的薄板 那冷焊呢它可以焊到0.5mm 0.4mm 0.6mm 然後再來呢我當時買它的原因是因為 我一看到它我就想到新世紀福音戰士 我覺得一個品牌美感真的很重要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說呢 通常會差到3萬到5萬呢 其實就會差在這裡 通常上面這個東西叫主機 然後下面呢有東西叫水冷 來導播我往下看 好回來 有沒有看到下面這邊叫水冷箱 如果今天你會焊像我們長期焊農大的手搖魚鱗的焊 一整天裡面瘋狂的焊接啊 我個人就會非常建議你一定要裝像水冷 沒有水冷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就有的時候我們出外廠 就是做一些戶外的安裝 我們就像點它 點一天其實還好 我們通常在裡面業界都說 你只要沒有大燒就大燒的話 基本上你不要掛槌人也是沒有關係的 也是用到冰箱給我 所以這類型的機器呢它有個特色 就是它基本上算小型 而且它也不會太重 那這台呢是我們通常出外廠的時候比較會帶的 它就跟著一個台車 那就可以跟著鋼瓶啊 那這樣子 有沒有 一隻手 很輕鬆 好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進入門款的焊接示範 好接下來就是焊接之前的安全宣導了 首先在焊接之前 請你把手上的任何東西都要把它拿掉 然後腳架完你手上的所有零件之後呢 我還要脖子 對 項鍊也要 因為才不會你在用砂輪機的時候撿到裡面去 所以我在焊接的時候 請你穿上防焰火的皮衣 或者是防止焰火的任何衣物 你至少至少要給我穿到這個 就是這種牛仔布的襯衫 它雖然不是一種真正能夠完全防焰火的布料 但是它至少能夠擋住光焰 它不會說你做到暗時很難爬火啦 那如果今天呢 你是在燒一些鋼鐵啊 還是銅啊 甚至是有一些任何會產生氣體的東西 請你戴上這個 防止面罩 或者是呢 把你的氣體抽掉 再來呢 就是穿後面有AdaFlo的 虛擁焰焰面罩 總共原則啦 我們希望我們頻道 都是一個非常在意安全的人 再來看 在開始開機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兩個switch 然後跟一個開關旋鈕 然後這開關旋鈕是幹嘛的呢 就是它的主要類別 比如說這台機器有冷汗 然後它有反覆 它有4T、2T 然後有減氣 也就是檢查氣體 那什麼叫MMA勒 那MMA就是這樣子 好不是 MMA通常是我們拿來講電焰就典故的意思 不過我個人不太建議就是你拿雅漢機來電焰 那這台機器跟一般的機器有什麼樣的差別勒 就是 好 當你機器調整好了之後呢 如果你是一個初學者 那我會建議你大概可以選一個 3mm到5mm的不鏽鋼板 那通常那個是一個非常好焊接的材料 然後呢 你只要學會用右手持槍 左手拿補料 然後找到一個對的位置 把烏棒的角度調整好 跟烏棒的長度調整好之後呢 你就能夠非常簡單的焊接 就像這樣 好那當你會基本的點焊之後呢 你就能夠嘗試著用連續焊接的方法 大概就像這樣子 大概就像這樣子 不過呢 這都不是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呢 這台機器它有個特別特色叫做冷焊 冷焊是什麼勒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那為什麼你在焊接的時候 冷焊之所以重要呢 因為焊接我們最常容易遇到就是熱變形 首先你要先制造一個公式 就是W等於IVT 冷焊跟一般焊接呢 最大的差異就是 冷焊它能夠控制焊接的時間 也就是呢 它能夠設定到mini second 通常呢 我們就不再需要用像老師傅一樣 收拾 這樣子 就是要點得非常快 一點馬上把手移開 而冷焊它的好處呢 就是當你往下按了之後呢 它直接控制時間 就是 也就是利用這樣子的功能呢 看到我們剛剛所說的公式 簡單來說 它就是利用控制時間這件事情 來減少多餘的熱量釋放 它能夠提供於母材足弓的熱量 但是又不會過度 然後讓它爆掉 所以基於以上的CP值考量呢 再加上它有一個緩升跟緩降的控制電流 這也是我個人覺得還非常不錯的 好那看起來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為什麼我們有5萬塊的機器 就能夠焊得冰冰冰冰冰 為什麼我們要買到15萬塊 甚至25萬 甚至30萬的機器呢 如果可以開賓室 為什麼要開HONDA呢 對啊為什麼 笑我就是開HONDA 我想用車子的概念 大家應該比較知道 一樣都是一台車子 一樣都有四個人 它一樣都可以開 但是呢 它開起來的感覺就是不太一樣 甚至是一些 魔鬼藏在細節裡面的致命小細節 那這些東西 當然都是外行人看不出來的 而是你長期有在操作這些機械 或者是你長期有在使用焊接 它裡面的觸感跟裡面的手感 就是差那麼一咪咪 弄起來感覺就是不太一樣 一樣是300呢 但是OTC它的價錢 卻是剛剛保持久裡面的3倍 那為什麼差3倍呢 因為它的年資也差3倍 OTC它是一個日本在100多年的企業 通常呢它在國際上面 它其實叫DIYAM 而各位只要有在焊接的老師傅 而且你可以去問一些你們的神敗們 一定都會知道這個品牌的機器 而它也是我個人 非常喜歡用的一台機器 而他們為什麼能夠在焊接的世界裡面 獨佔凹頭 獨佔憋頭呢 因為他們其實最早呢 就是在研發跟製作變壓器的 所以通常他們的機制都非常穩定 而在二手市場的交易上面 也非常的不錯 然後你現在在台灣的所有的 職訊局啊 考試啊 或者是一些 據我所知啦 一些比較有規模性的工廠 他們其實統一都會用這樣子的機器 現在最屌的就是 像他們的機器 一次有供給好幾十個 能夠讓你存取的記憶 你都可以用不同的參數 不一樣的焊接模式去做選擇 300P呢 它也是一個 能夠有焦直流焊接機的東西 好 什麼叫焦直流焊接 你知不知道對不對 通常你只要焊到鋁 焊到銅 或者是焊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焦直流焊接 是一定要 必須基本標配的 就很像出席一些重要的典禮 或重要的場合 你開冰室就是必備的 像總總獎一樣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到 焊接界的冰室 OTC 焊接機 對阿 左宗獎要怎麼報名 沒關係阿 明天有機會的話 我就開著冰室去左宗獎 結果下次去開冰室去左宗獎 是因為我當別人的司機 當鬍子的司機 欸 鬍子先生你到了 那這台機器 跟一般的機器 有什麼樣的差別勒 就是 像以前我們傳統的 調電的時候 你可能只能調 它角度大概幾度 幾度 幾度的方向 但它這個勒 就是有個數據 然後可以告訴你 它一樣還有 也是有一些基本的 就是出息電流 緩升緩降 跟它下面的一些 點燈時間的設定 還有 脈衝頻率的設定 然後一些它的 脈衝G值 還有它 脈衝的寬度 這個東西 初學者你都不要理它 因為我相信我現在講 你也是聽不懂的 然後它的Switch 這邊有一個氣冷跟水冷 我們現在通常 就是氣冷 就是風吹出來 那你切到水冷的時候 往上切 好 你們看到 106就是出現故障燈 什麼意思 表示它的水沒有送到機器裡面來 那水在哪裡 來往下看 下面這個就是它的水箱 這個就是水有沒有 Output Input 也就是 當你水箱打開的時候 它會把水往外送 經過管線之後 再通過你的槍 然後回到這個水箱裡面 好 這東西算來幹嘛的 就是為了讓你冷卻你的槍頭 才不會在你在長期焊接的時候 你的槍頭會燒壞 燒焦 甚至裡面的管會整個軟掉這樣子 然後在第二個Switch 它這邊就是有一個高頻麥波 跟低頻麥波 還有一個就是橫遲的 就是連續 連續釋放的意思 它能夠幫助你在焊接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一直連續點焊 點焊 通常不管任何的焊接機 反正你拿過來就先調個電流 然後你可以把它調到它的大概中間值 等到你會基本的點焊之後 其他的東西你再來慢慢操作